公正開手接受機查葬壽司淡水店 貼出公告 內部整理沒有營業 實際上另一間新莊紅燴店 早被要求暫停營業 如今新北衛生局在公布 淡水店因為連續兩起疑似 食品中毒通報 也必須暫時停業 紅燴店現場借有排煙管 有灰塵以及淡水站前店 冷凍庫未定期櫥霜 以及壽司盤有破損等缺失 移民營業者限期改正 10號衛生局接獲通報 新莊紅燴店7號有4人 用餐後出現腹痛腹腺 以及嘔吐的狀況 3月31號同一間店 也有兩人疑似食物中毒通報 另一間淡水站前店 7號有兩人 1號有三人 用餐後都出現身體不舒服 兩間分店一共11人就醫 目前都已經返家休養 10天內臟壽司連續兩家分店 通報4起疑似食品中毒案 然後有些是病毒 像諾羅病毒比較常出現的 包括金黃色拋球菌 大腸桿菌 採檢那個上游供應的廠商 因為其實這三家店 有沒有可能它有一些食材 來自同一家店廠商 不過現場查核 已經沒有同批食物檢體 根據民眾共同吃的餐點 包含大蝦一罐壽司 伸張魚壽司 檢驗都符合規定 修成鮪魚和花枝壽司 還在檢驗中 專家表示食物的危險溫度 是7到60度 夏天室溫一小時內 就得趕緊吃完 藏壽司分店接連爆出食安出包 雙北所有店都要查核 恐怕得趕緊釐清真正的制度原因 記者釐清 張天宇台報導